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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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刘二十三岁来自四川体育老师 女嘉宾小赵二十三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 不想继续下去了是吧 前面有个条件 如果再这样下去 这个再这样指的是在哪样 就是我们两个是一个老家的 然后我们是过年的时候 在一个朋友的饭局上认识的 然后我们两个又一起在成都上班 然后那个时候饭局留了微信 后来回成都发现我们很巧的是住得也很近 然后我们两个就约着下班吃饭 或者怎么样一来而去就在一起了 秒就在 对 但是后来 在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年多的 后面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它并不是像前面我看到的那样 很外向或者很幽默 它很设恐 就是设恐到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 和我的工作了 所以我觉得 它如果还是要接着这样设恐下去的话 可能我们走不下去了 所以我想来接我祖旬求一下帮助 它怎么可以设恐 就是它可能自己生病了 生病了它也不会去医院 不想去见人 就自己在手机上买一堆回来试错 就一次感冒拖个十天半个月那种 就是很夸张 这个不叫设恐吗 我要是一个小病 但是不是一次是很多次 我去医院里面很费时间的 又分精力 每一次都这样吗 那医院开嘴干嘛的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有一次我的电脑坏了 然后我那个月是已经没有假修了 我假修完呢 因为他下班里我早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帮我把那个电脑修好一下 然后他答应得好好的 我回来以后在家打游戏 我说电脑给我修了吗 他说他不想出门 没去 然后我说 我怎么都没去啊 第一天是因为我上班 下班太晚了 第二天我就去了 人多我才回来的 人多就不修电脑了吗 你在那里盘一下就把电脑修了呀 这些都是你的借口 我说了我去过 人太多我就回去了 我还不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那你答应我干嘛呢 你就是因为人多不想去 我猜得猜得到他是怎么情况 他走到那里了 看见有人 他说那我不想去 那我回去拖一下 拖一下别人就下班了 然后这事情怎么解决到 我第二天请了一个假 那个月扣掉我的全勤 我自己去把电脑修了 这就是懒 这叫啥社恐啊 生病了不愿意去医院 东西坏了修排队又回来 不是懒吗 不是 我觉得这不是懒吧 懒的话出去玩总该想去吧 我朋友就会 我们几对情侣 而且是我们两个 共同认识的几对情侣 说我们订一个民宿啊 就在一起玩一下聚一下 我话都没说完我不去 我提前准备了呀 我在家里面准备了 我想的是 过节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为什么非要 就是与他们同行呢 你是过节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吗 你是每一天 都像两个人在一起 根本不出门的那种 我们两个是 她是周修 我是月修那种 就是我们两个可能会 沟通好 然后把休息时间 调在那一天 我想出去咖啡厅做一做呀 也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 为什么 我说我们两个人 去咖啡厅做一做 找个餐厅吃个饭 你也不愿意呢 就非要在家里窝着 谈恋爱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们把时间 做一个地点 我们高质量一点就行了 不需要就是说 受到外界什么影响 然后去模仿啊 或者什么呀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需求吧 我不想在家里每天窝着 我就想出门 而且就是她不让我自己出门 我从小长到大的 发小过生日 提前跟我说了 我自己给她准备了礼物 我自己买的一个小毯子 我自己知道 我想送给她 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发小我们家就对门那种 然后那天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今天要出去 给我朋友过生日 她就把脸黑着 不让我去 她说她准备好了什么东西 她想在家里 又是刚才那套 就是说想跟我一起过 我说我们每天都在一起过呀 可是我朋友一年 只过一次生日呀 而且我 我说那你跟我一起去嘛 我说我们一起去过生日 她说我不去 我又不认识 我说你认识呀 只是说没有到我 关系那么好的那种地步 也是认识的 大家都是啊 这生意啥 我就觉得我准备好了 而且准备了很久 然后我就觉得 还想你陪我 你准备啥呀 你一直在强调你准备 准备了一个电影 就说她每次感觉 朋友要重要一点 就给我感觉是 好好 而且她后面为了不想让我去 我跟她讲不是一直在吵吗 把我的礼物给我藏起来了 我找不到 吵到过了十二点 别人生日都过完了 我都没去成 我朋友 一直生我气 我就给别人打电话 我就撒个谎 我说我家里有什么事情 今天确实是来不了 我说改天我给你补过一个生日 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而且这又不是第一次 就是完全每一次都是这样 我感觉我的社交圈也就是因为她的原因 就变得我的朋友也很讨厌我 我感觉 倒不至于 就觉得怎么谈个恋爱 把朋友都忘了吧 对 就很奇怪 而且又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 都是你干的啊 还干过啥 太多了 还有我工作 我是做电商的 然后我们公司可能年轻人比较多 可能下班会一起聚会啊 会一起唱歌啊 这种次数可能比较多 因为我会提前申请问她 我说我能不能去 她说大部分 百分之八十不能去 我陪她去过一次 当时他们是迎新的团结 喝到十二点过了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就她说 我说要不然回家了 然后她说不行 我说好 那你继续喝 然后我就回家了 我说到时候 你回家的时候给我发个消息 凌晨四点钟回了家 就喝得已经 我感觉不行人事了 你还好意思说 我说的我这个真的 还是我挺气的 正常的男朋友陪女朋友 而且你都知道是新人团结 我是那个新人啊 我走啊 那你喝成那样 什么意思吗 而且你都知道正常男朋友 看见女朋友在旁边喝酒 你就算不想玩 你也应该在旁边坐着 你怕我喝多对吧 送我一起回去啊 你自己提前走 我气得不行 那肯定要让你长个教训啊 要不然天天到晚喝 你不需要你就用惩罚方式 是天天在外面喝吗 大多数 我怎么可能 大多数我不上班嘛 我怎么可能是大多数 一有应酬就差 好好好 就男生觉得女生的应酬太多 是这意思吧 女生觉得她不理解你 是 还有她限制我的穿着 我说过我是做电商的 就是可能某一天 公司会有提前告诉你 今天有短视频拍摄 然后你需要可能穿得得体一点 然后穿个裙子 穿得漂亮一点 她就会不喜欢 不高兴 你穿成那样 就是我觉得她这种形象 就是说穿得比较好看过后 她就相当于一个门面了 一有应酬就是她 然后她去喝酒 就热着 我希望她就是能够 在工作上奔奔奔奔的 就是说用能力来证明一些东西 可是别人已经要求我了 领导要求我了 就说你今天要拍视频 你穿好看一点 你才申请啊 这就是我的工作 那我不做这份工作嘛 我去做一份 不需要穿好看的衣服 每天 就是那种好气啊 什么职场都需要穿得 体体面面的 对啊 就是有时候 她特定的时候 需要拍视频的时候 她可能会有着装的规定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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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怕她跑啊 对 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没有自信啊 好 见过双方父母吗 家长什么的吗 哇 这个真的 我说着我 说着我真的有点伤心 有点伤心 有点生气那种 我跟她那两个 谈了一年多了 每次我叫她回去吃 因为我们又是一个老家的嘛 就每次回去啊 我妈说一起吃个饭 就是我们两个 对见家长的这个概念不一样 她觉得见家长就是要 什么都准备好 有车有房 我的那种见家长 可能就是我妈妈 想跟我们一起吃个饭 我妈想知道 我到底在做什么 谈了一个怎么样的男朋友 就是让他们放心 懂 就把我气得不行 我跟她说过无数次 而且我妈跟我提过 无数次这个东西 那我现在去见你父母 我又没车没房 那工作也才落实 我现在怎么可能 找我家里面要前去见吧 那你让我怎么跟我妈妈说呢 而且如果她问我一些 这些东西 她很在意这些东西的话 她最后跟你说 影响的是谁的感情啊 那现在我父母 已经跟我提出来了这个要求 我拒绝一次两次 第三次我怎么拒绝呢 你告诉我 你教一下我 你就说我没准备好 我本来就没准备好呀 我妈就会说只是吃个饭 你要准备什么呀 又不是准备谈婚论嫁啊 这个约过几次饭跟你妈 无数次 你约了 我都记不清了 我妈妈会主动跟我提 其实人家的意思就是看看 女儿现在在跟什么人交朋友 没说就把女儿嫁给你 你想多了 我妈就是来成都找我们的时候嘛 就在商场里面给我们买东西 就大包小包的 那个时候我在上班 我没有时间 然后刚好在她公司楼底下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就说 我说你去接一下我妈吧 我妈又找不到路 又拿那么多东西 她又不怎么会坐地铁 我说你去送一下她 把她送回家这时呢 而且我都跟我妈说了 我说待会她来接你 然后她再用回家 以后再用回家 说我在那里的 又不太适合学了 人家这一年 我说我一个人 去把她遇到 我说你这一年 还是要听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出来这话里是什么话了吗 孩子 就自问嘛 自问啥呀 就说是不是在骗他 还有呢 还有就是 这里面话最重的是啥 是不是我让他里边受气了 请不动嘛 对 是不是想多了 那你让他改什么 今天来让他改什么 我想想他就是稍微就是能够 不要每天都待在家里 那如果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呢 我觉得很压抑 可能我不是一个这样性格的人 我觉得我已经为他 就做了很多改变呢 但是他为什么一点改变都不愿意为我做 我觉得这个不是爱我呀 我觉得我爱他 我愿意去为他做改变 就去做很多我不喜欢的事情 他一次都不愿意做呀 我只是生活习惯上的问题 一年多一次都不愿意做 真的 你以前谈过恋爱吧 谈过 就也这样谈吗 对 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其实说白了并不是什么社恐 就是这个世界要围着我转 在我的想法里转 你希望女生都是听你的对吧 对 所以你也不愿意为他多付出一些什么 是吧 我愿意啊 但是不能超过我的理解吧 我觉得有些事情 我还常能接受 社交为什么不陪他呢 我觉得社交应该提高一点质量吧 不是 什么叫提高质量 就比如说他有一次 他去跟他们同事吃饭 吃完了回来过后 就在这儿说说说说说 就说他同事怎么怎么样 那你不去就完了吗 你既然讨厌他你就不用去啊 避免这些 我是把你当成很亲近的人啊 但是我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呀 我是把你当成很亲近的人 我才会跟你讲啊 那你说他这个牢骚跟谁说呀 他不去跟同事吃饭 也会有其他的牢骚 他跟谁说呀 其实我觉得我想要的也不多 我就只是想要你做一点点改变 而且这个改变不难呀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好吧 男生觉得我没有错 对吧 对 因为你提的要求都超出了我的认知 我是有原则和底线的 女生觉得你所设的原则和底线 是我不理解的 所以女生给到了一个标签 叫她设孔 对 我觉得她设孔 是这个意思吧 好像我理解的摄孔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 就好像真的不是摄孔话 真的不是吗 你听听老师们说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摄孔往往是见到生人就会紧张 您今天在这个现场见到我们这么多生人紧张吗 有一点 您不敢去见她父母 是因为摄孔紧张吗 还是您固守地认为 见父母就要背着房 背着车去 难道男女恋爱 见父母 都是要在临近婚姻的时候才见吗 您怎么让她的父母去了解你呢 刚才周围她母亲确实疑惑疑 因为她想不通 如果真是男朋友见个面怕什么 就吃个饭呗 会把你吃了 你是看不起她呢 还是自己 固守这样的一个观念呢 你自己认为 你是不是摄孔 不是 我看你也不是摄孔啊 但是 你装出来的样子 让她感受到 你是一个摄孔 甚至 她因为认为你是摄孔 所以 她虽然不理解 有时候也会包容 认为她就是怕健身人 并不是 她是看不起 你交往的那些人 但是女朋友有一点做的 确实 喝酒的问题 社交也好 应酬也好 并不等于 必须在应酬的过程当中 要喝大量的酒 这对自己带来的 其实是一种伤害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问题很显然 她的性格 主事就放在那里 是谁适应谁的问题 她希望你去适应她 你渴望她融合于你 这就是一对矛盾 只有 两个人面对这样的一分感情 愿不愿意去做出改变 尽力地去包容对方 才能让你们的情感 能继续向前走 谢谢 女生 这个男生和你谈恋爱一开始就是这样吗 就愿意宅在家不出去 因为一开始的热恋的时候 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 就是可能要 还是要在外面吃饭 但是也不会有太多人参加的那种 就也不会跟朋友去聚会 所以她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是因为你从那个热恋期过了之后 你觉得不能光天天咱俩黏着 咱还得有别的朋友 还得有新鲜的空气是吧 对 所以人家没问题啊 人家没变啊 你一开始找的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好好回忆一下 这个男生从和你接触到现在有变化吗 比如说我宁可宅在家里不理你 还是说我宁可和朋友聚会不陪你 他没变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俩问题特别的清晰简单 你自己过了热恋期 你那个满脑子甜蜜的那个劲过了之后 开始我们柴米油盐过日子的时候 这个男生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你何必愁容满面的说 哎 你就不能改一改 他为什么要改 他认识你之前就是这样 认识你之后还是这样 我觉得你以前以前都不了解他 两年过去了 你了解了这个男人 他就是这么一个把自己封闭起来的 他就是这么一个只愿意在自己舒适圈里生活的人 他就是这么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和风险的人 所以你看清楚了你自己做选择不要指望他改 不成就算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纠结 我想说男生的是 你说我可能有一点点强势 我觉得你女朋友不了解你也就算了 你也不了解你自己 真正强的人是可以包容很多 你根本不是强势和强大 你是脆弱 因为脆弱和弱小的人才不愿意去面对 让自己不舒服的一点点 哪个年轻人见女朋友的父母不紧张啊 你就那一点紧张都不愿意承受啊 天天都在你的叔父圈里啊 能不见父母就不见父母 能逃避就逃避 能不出去接触陌生人就不接触 那你可以封闭在自己的狭小世界里 拜托不要拖着一个性格外向 想要去社交 想要有更丰富的社会关系 想要有更丰富生活的女生陪着你啊 你俩不是一路人 但是我想问一个七尺男儿 遇到一点让自己不愉快的境地 咱就得回逼吗 就躲到家里去吗 就连和女朋友共同见一眼父母都不愿意 你这一生还能拥有什么样的幸福 没有幸福是唾手可得的 都是要努力 甚至有时候咬着牙 度过那个难关才能收获幸福 你要调整才能拥有幸福的亲密关系 那个你是独生子啊 对 就是社恐大多数在独生子 或者家里面最小的一个孩子身上出现 因为社恐本来的名字叫社交回避 为什么要社交回避呢 因为小时候老师有意见 我妈搞定了 我妈就我一儿子 长大的过程当中跟同学有矛盾 我爸替我出头了 我用不着去面对老师的质疑 我用不着去面对这个社会 我习惯了这种安静 我懒得去应付那些人 我从小爹妈替我应付得很好 所以长大了之后 我为什么要受这个委屈 我为什么要为了娶你去讨你妈妈开心呢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面对你的领导和同事呢 我从小习惯了一个人我稍微不喜欢 我完全可以不应付他 那些麻烦与我无关的 所以我拒绝参与你的生活 你的妈妈你搞定 我不想面对她被她质疑 我不舒服的 至于你妈妈问你这男朋友为什么不去 你去搞定啊 你去说啊 结婚是两个人互相参与对方的生活 但是她现在很明显拒绝参与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里的一切你去搞定 她的生活以她为核心 你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你的生活跟她无关 这样相处下去你接不接受 我就是太累了 而且我觉得太压抑了 所以你自己拿主意她就这样 好吗 谢谢老师 摄恐那肯定不是摄恐啊 因为社交恐惧症 恐惧症这三个字不能滥用 因为恐惧症叫恐怖神经症 它在临床上面 它是有躯体化的一个状态的 所以比如说你今天站在这 不管是广场恐惧症还是社交恐惧症 你肯定就是双腿要哆嗦 然后浑身汗如雨下 就会有很多躯体化的状态 现在有更加精确的评估方式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叫爱人或者艺人 在NBTI的那个整个评估系统里面 爱人偏内向一点 不喜欢去进行人际关系 那你是一个典型的艺人 我是ENFP 你是个典型的艺人嘛 射牛嘛 你在外面就如鱼得水嘛 这是两个不同的人格的特质 但是这两个人格特质里面 我没有看到就是每一个人 因为原生家庭所导致的 比如说刚才李老师就说特别对 就是社交回避嘛 比如说要帮你去修电脑 他为什么不愿意做呢 因为他不愿意去承载 所有人际关系里面的负面情绪 他觉得我要排队那么多人 他会觉得说我还要去跟人解释 比如说你妈还要经受你妈的审视 你妈肯定还要问他问题 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人际关系里面的 负面情绪和负面压力 他不愿意接受这个 这也就是我们很多的小孩 在原生家庭里面 从小因为大人给他挡的太多 太多之后他已经在这方面失能了 去扛那个人际关系里面 任何的负面情绪他都失能了 那么人际关系我们分成好几种 一种叫娱乐性的人际关系 那娱乐性的人际关系 你说我不爱跟人出去玩 可以接受这是你的自由选择 第二种叫必要性的人际关系 比如说你上班吧 对吧你去上班你要见同事要见老板 可能你见老板跑 但是你还是要去上班 这就是必要性的人际关系 还有一种是补偿性的人际关系 补偿性的人际关系就是 我为了别人所以要去跟别人见连接 但目前情况来看 你是不愿意为他去进行补偿性的人际关系的 你身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高度敏感和内耗 你始终在想到有可能会有负面评价的时候 你就不愿意去尝试了 不要说是女朋友的事了 你的事业也好或者其他种种事情也好 你没有办法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去做尝试 因为任何一次尝试你都会幻想 有可能他对我会有负面评价 所以你在你的那个家那个小窝里面 这个舒适圈里面你就越待越久 而你越待越久你就越没有勇气跨出那一步 所以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为什么你会找一个艺人的女朋友 是因为你的身体在给你报警 你的身体告诉你你再待在这个地方就不行了 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让你去喜欢这样的一个人 希望他能够带你出去 当然像你女朋友这样 那么非常明显的艺人 可能对于你来说你也有很大的恐惧感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达成一个妥协 那就是每周陪他出去玩一次 或者偶尔见他爹骂一次 这是你为自己的人生所付出的代价 就这样 其实没那么复杂 男生也没有他说的那么那样 其实说白了是什么 他没有碰到一个能够特别拉动他 带动他激情的 愿意为之再付出一些的那么一个人嘛 我得出的结论是匹配度不够嘛 对吧 你说我能接受男朋友这样 你就接受着 对吧 你就带领他往前走 不能接受男朋友这样 你就撤 男朋友也是一样的 女朋友有诸多的这样的要求 你可以愿意为他真的去改变 你就跟人家说我愿意真的改 你说我改不了 你就跟人家说对不起 就这么个事嘛 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乐生 我觉得你知道我是个医人啊 医人是快乐小狗啊 但是我觉得我和你在一起这一年 我已经不快乐了 真的不快乐了 我觉得很不开心 我每一天都很不开心 因为我一边想和朋友出去玩 我一边又要考虑你的感受 然后你还会黑脸 然后我还要哄你 我觉得特别累 而且我父母也给我压力 就是想见一面 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不能做的话 我觉得太累了 你也别哭了 然后我觉得 这个事情我们觉得 肯定要好好想一想 那如果今年回广源 你还愿意和妈妈一起吃个饭吗 没有什么其他的 就吃个饭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下嘛 就这样 我看这姑娘就是还是爱她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不因为谈一场恋爱 就要为谁去特别调整一种状态 自己舒适 两个人舒适就行 男生也是一样的 好吧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谢谢老师 谢谢志生 谢谢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搜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预测一下 保空兄 说到现在 能不能去见 女方的父母还在犹豫 所以两个门即便打开了 也都不会出来了 男生可能还会出来了 他希望用他的方式留住女生和女生在一起 按照他自己喜欢的状态 女生千万别出来了 就连吃顿饭都不行 以后真跟他在一起 数不完的最要受 双不出吧 来看他们自己的问题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祝他们快乐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可他总活在童话世界里 在一起两年 我们两个人的爱一直都不平等 因为他 我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真的好累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能自己解决 不要总是依靠别人 我一心为他好 可他就是不明白 让我们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 三十岁来自贵州 私营业主 女嘉宾苏女士 二十七岁来自贵州 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小片里面 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我希望我们的事情 我们俩解决 别牵扯那么多的外人 我们讨厌吧 今天一二三四五 五个外人 一起来解决你们的事 讨厌吗 讨厌我们吗 不讨厌 看来你那个外人是特有所指的是吧 指的是谁 是的 她的闺蜜还是谁 我妈 你妈 对 你妈是外人 我的妈呀 好好好 今天为什么来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了 我发现她根本就不在乎我 根本就不够爱我 我觉得她是小题大做 有时候是没事找事 这哪叫没事找事啊 就我俩在一起两年 就从来没有主动送给我任何东西 东西还是送过的 那叫送嘛 就两年了 口红也就两根 甚至在今年情人节的时候 她打了个电话给我 说小姨让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说那行 那我们去呗 结果当时我们把饭给吃完之后呢 接着我把碗给洗了 我当时心想回家应该是 还是有点惊喜的啥的 结果回家啥都没有 她就直接去睡了 我当时就特委屈 不是夫妻吧 我们俩在一起半年就订婚了 未婚夫妻 对 她是我未婚夫 当时我是觉得 不是说每个节日都要大过特过吧 就我们有过什么节日吗 像什么生日纪念日 我们还是有在一起过的呀 那生日那叫有余式感吗 就说了一句生日快乐 然后吃了个饭 连一束花都没有 就你在生活中 不在乎我就算了 就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就让她帮忙拍个照片 就她也不愿意 当时我们在爬那个沙漠的时候 那个太阳快下山了 我说让她帮忙拍两张照片 她就一脸不赖烦 我当时就特别地委屈 我就急哭了 因为那个太阳快下山了 然后旁边好像有一个男生 听到我俩对话了 他就直接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 我都不知道 结果他问我要不要发力我 我当时就更委屈了 我就说一个陌生的男生 都愿意为我拍照片 你作为我最亲密的未婚夫 你拍张照片怎么了 他陌生人拍照片倒是简单 那咔咔拍两张给他看就行了 但是我去给他拍照片的时候 他总是就是一个姿势来回拍 拍完了以后觉得还不满意 让我再接着拍 女生就这样呀 出去玩就喜欢拍美照呀 一张照片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难道你不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吧 就你哪怕装一下也好呀 因为我们去旅游 我觉得就是享受这个风景本身 就老是在那儿开开拍照片 很影响这个旅游的节奏 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 你不喜欢那我还不喜欢呢 就去年的时候我爷爷生日 一大家子坐在一起 他就在旁边玩游戏 就我们一大家子 都在摆龙门镇 结果当时我有个亲戚 问我俩什么时候结婚 他就爱他不理的 就一直在那儿玩游戏 记着头 就让我特别尴尬 我就一直在那儿回答 这是为啥 在菜还没上桌的时候 大家都是有人打麻将 有人打牌 但是我不会打麻将 那我就掏出手机来玩游戏呗 你玩游戏 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你 对吧 但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他还在玩游戏 就当时就真的 让我特别笑不了台面 当时是给爷爷过瘦吧 又不是给我 这个为什么非要等我 才能动筷子呢 你还知道我们是去给爷爷过瘦呀 真的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家里边的亲戚就说 这个男生到底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 一直以来 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处于那种 一直让步的那一方 就今年他喜欢的一个白月光 来到我两个城市出差 结果他俩约了晚饭 然后一起去逛了公园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的 他倒是没隐瞒 直接给我交代了 但是我当时其实心里面特别难受 他回来之后呢 啥也没解释 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朋友呗 首先这事 我肯定是解释过了的 而且我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当时是我们两个之间又吵过一次架 然后吵过架以后呢 我想说找个女生 从女生的角度 我看一下女生会怎么想 你就不能找其他女生 非得找到就喜欢过的是吧 那正好当时就碰上她来 那我作为你为婚妻 我肯定会误会呀 而且我当时坐在客厅 坐到凌晨了 结果她都没想过 就是问我有没有吃饭 你看我连这个女孩我喜欢过 这个事情我都透露过给她听了 但是她就是我感觉就是 你是得对这女孩多放心哪 你是认为这姑娘 已经在你的保眼箱里了是吧 你是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对吧 因为这种事情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瞒着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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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不在乎 对 她就是不在乎啊 我们正常从一个角度来想 我跟我的女朋友出去 突然有一个陌生的男孩 来给她拍了照片 还要传给她 你不紧张吗 至少说明一点 我的女朋友在外形上面 很吸引男生 你没有啊 不害怕 对不对 然后我喜欢的女生 来到我这城市 我正在跟我的未婚妻冷战 我想的不是怎么安抚 我的未婚妻 而是跟我的白月光去说 我们俩之间的故事 你是装傻充愣呢 还是真不在乎这女孩呢 因为我觉得我也 行吧 行 没有问题啊 是啊 可以啊 她可不可以 在跟你吵架之后 找她的这个白月光 去倾诉跟你这点破事呢 可以吗 我觉得没问题啊 没问题是吧 确定没有问题是吧 其实我真的就是一直想要 和她有个未来 我们俩半年就进婚了 其实说实在的 太快了 对 太快了 就我家里边 其实当时是极力反对的 但是我就是想要和她在一起 在老家的一份 特别稳定的工作 我也给辞了 就直接来到她的城市 和她一起打拼 傻呗 就现在这种局面 我就觉得特别失望 特别难受 其实她当时辞掉工作 也是她自己的选择 我也没有说要求她这样 我们可以这么说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怎么样 你 你怎么好意思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她其实是在 这样她觉得自己 对对对 她是个成年人 她应该对她的选择负责 对吧 嗯 好好好好 好好好 你这么说都有公平吗 您刚明白过来 真的特别心寒 你知道吧 我们都听着都喊了你 哎 行行行 不说了 人家说了 你活该 你是成年人 你不是为了我 你是为了你自己 是我就是热脸贴冷屁股呗 我觉得她 不是说热脸贴冷屁股呗 就是平时对我的这些 生活习惯也有影响 就是 说说说说你的委屈 让你说 现在就说你们别老听这个 我未婚妻的一面之词啊 委屈的人是我是这意思吧 行 你说 平时下班什么的 她也可粘人了 我为什么要粘你呀 老师吩咐我去伺候你 不是 这哪叫伺候呀 因为我觉得我们先分清楚 伺候还有照顾的区别吧 好好好 如果说你平时自己不方便 让我去倒点水啊 让我去淋个假药这些 我觉得没问题 很正常 但是如果是我正在做我的事 你当时也没有什么事 你这样做你的事吗 就你在工作的时候 我确实没有打扰你吧 就我为了她 我都将就她直接把我的板凳 直接搬到她的那个电脑房的旁边 和她一起玩游戏了 结果她还觉得我连她 她在旁边就只是坐着说 我是没意见的 她老是一会儿就伸个脚过来 说给我捏一捏 一会儿去倒个水 但其实那时候我正在玩着 然后你也不是说 这个男的不就是 普通情侣之间的一个相处模式吗 对 我的意思就是 你非要让我打断 你当时 所以你不能跟自己去打吗 那一瞬间游戏比它重要 知道了 了解了 好 这是第一大质状 还有吗 还有各种事情也管我 就比如说之前有 可能有没有见的朋友来 就玩 你当时是想的是 重温一下以前 念书的时候的感觉 决定去网吧玩游戏通宵 当时她就不乐意 她还去找我妈告状 不是 你难道心里没数吗 当时天气这么差 而且你是有感冒在身的 平时我劝你的时候 你都不听 我只能打电话给你妈 让你妈就是帮忙劝一下呀 首先那时候感冒 我已经快好了 我自己病情什么样 我心里有数的 我们都快三十了人了 在网吧打游戏 还会有老妈打电话过来问 再干嘛催赶紧回家 我觉得这就挺丢人的 那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就是不知好歹听不懂话 我就是觉得老师打着这种 为我好的旗号 其实是在约束我 管着我 不自由 对吧 对 还有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 找我借钱要去投资 你那叫朋友 你再说一遍 你那叫朋友 那你 对 他就是很反对 他觉得那个朋友 是在欺骗我 但其实这个朋友 我们的关系什么的 他也不是完全了解 是不是骗我 我是有自己的判断的 这种朋友有困难吗 该帮还是帮一把 我们回家吃饭的时候 我妈就拿这事说 说他身边也有朋友 投资失败 养老金也搭进去了 我身边这个 我这个是不是也有朋友 找我借钱 现在情况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他这俩合伙人不错 是吧 对 所以苦了你了 是吧 这是我第二个问题 我的第三个问题 你爱他吗 现在 爱 别咬着后槽牙呀 说实话呀 那你愿意娶他吗 我愿意 其实他对我好不好这些 我是 所以他对你是好的 是 来 问姑娘 还要嫁吗 特别直接一问题 你还要嫁给他吗 就如果 他一直不改的话 我就不嫁了 他不可能改呀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 从你跟他订婚之后 这一年半过来 你们俩的接触 是快乐多还是痛苦多 一半一半 这个男生 如果说一定要嫁给他 最值得嫁的是什么 就其实他人品不坏 就是那种 他也没什么不良嗜好 对 这世界到哪儿去找 那么多人品坏的 大奸大恶之徒啊 还有一点就是 比较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他 情绪比较稳定 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急的 情绪比较稳定 对 你未婚夫曾经说 我们搞清楚 什么叫照顾和伺候 下面我请你搞清楚一个 麻木不仁和情绪稳定 你先区分一下 什么叫麻木不仁 什么叫情绪稳定 要不要让你男朋友 给区分一下 我觉得情绪稳定 是遇到事了以后 先冷静地思考 他是想解决问题的 麻木不仁是 把事放着 并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好 你自己判断 他是麻木不仁 还是情绪稳定 我觉得他是装傻 还有第三个解释 还有装呢 对 所以今天来你的目的是 我希望他 能够更在乎我一些 您来的目的是 想让大家拼命理说 他这件事情 是不是管太多 是不是想太多 我肯定是在乎的 但是他觉得是不够在乎 好好好 听明白了 我们的情感 应该何去何从啊 来吧 交给老师们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可以说 你们两个人的爱 是不对等的 男生在小片当中说 女生的付出 让你感觉到压力很大 但如果你也同样的付出 不是没有压力了吗 但是这样的付出 你做不到 你刚才说 他管你 我更多地解读 这样的一些管 恰恰是一个女生 他所表达出来的一种爱 如果这个男人 同样爱你 对这样的管 他会感觉到很幸福 他接受这样的管 但这个男生 他接受不了 女生今天真的很可怜 都已经订婚了 渴望着您在乎他一点 您刚才所说的一切 我并不解读 这是一种坦诚坦大 恰恰是对自己 不在乎的女人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说 随便你怎么样 这就是平时 一种爱的纵容 你不要认为 对有些行为 你是包容 其实就是纵容 在爱的层面上 你一直惯着他 我们说 你儿子都不能惯 男人能惯吗 你一直惯着他 惯到了今天 他就这样一个模样 你认为 他现在只是不在乎你 现在他 接下来 就是对你爱立不理 他和你妈妈 为什么能够达成 这样的同盟 是你妈妈都认为 你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是需要有人管的 但这个女人 她根本力不从心 想走进你的感情世界 让你真正地爱上她 您刚才说爱她 您再凭良心说 您真的爱她吗 如果一个男人 爱上了一个女人 是掩饰不了的 所以女生 这个男生的态度 就放在这里了 您应该有所清醒 有所理性 去判断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女生你到今天 你喜欢这个男生的什么 就 其实说不上来 因为 因为我是工作之后 才开始是我的对象 因为一直以来 我都是过敏 满脸过敏 然后 就是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他和其他男生 不一样 就是其他男生 都是那种 别人追着我旁边 这个男生对你爱搭不理 这个男生不是对我爱搭不理 我们俩其实很快就在一起了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就是他没有像别的男生一样追求你 让你觉得 你们俩之间感情是平等的 他不是贪慕你的 他也是在追求我 只是我俩 第一天见面 我们俩就看对眼了 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 喜欢的是啥 我的理解是 其实 你对他的喜欢和爱 我听起来也就那么回事 你现在可能最多的 不想跟他分开 原因是两年了 对吧 时间成本在里边 两年了 这个男人站在这儿 依然数落你各种不适 但很坚定地说要娶你 是不是 你觉得因为一句娶你 就能够忽略他 所有对你的 你认为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姑娘你错了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 你们的恋爱模式 对他来说 他非常熟悉 不是熟悉于前女友啊 是熟悉于他这么多年来 他妈妈和他的养育关系 就是这个女人不停地唠叨 不停地管这个男人 不管他有多大的毛病 这女人一定不离不弃 这就是他的妈妈呀 所以他对你不离不弃的原因 不是爱你 是他熟悉这种模式而已 那不是爱情 一个男人如果坦诚地 告诉自己的伴侣 我和另外一个 我亲目的对象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那不叫爱 他跟他妈说没问题 妈不会有任何反应啊 那这还是我儿子呀 就像你说呀 你别和你的白月光吃饭呀 你找个别的女的倾诉都行啊 你记得你刚才说的话吗 记得了 这事能找别的女的倾诉吗 这事不是应该自己去消化吗 顶多和男性朋友喝顿酒 所以你也像他妈一样 他当然愿意和你在一起了 多么的放松啊 给你爷爷过生日 自己玩手机 玩到大家吃饭等着他 他觉得那又什么 又不是我的生日 所以你如果选择 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你就做好 你永远得不到 你想要的 或者你憧憬的 那种亲密关系当中 男人对你的爱 尊重 甜蜜 没有 他会娶你 把你娶回去当妈呀 那他妈有一天 会离开他的呀 所以你自己掂量啊 你愿意做妈 你就守着他呗 你不愿意做妈 你就去找 真正属于你的爱情 你也一样 小伙子 你之所以这么不在乎他 连个照片都不愿意拍 说没关系啊 你让别的男的拍呗 对吧 我告诉你 你是因为没有碰到 真的你能够产生爱的人 你要产生了 真正强烈的爱 别的男人给拍照片 不可能 我女朋友 怎么能让别人拍呢 所以你也放过他 放过你自己吧 你好好也爱一把吧 别找一个 你妈那样的女人 做自己的新妈 好不好 我建议你们分开 对彼此都好 谢谢 刚才他探讨了一下 这个照顾和伺候的区别 照顾就是我愿意 伺候就是我不愿意 您把脚都蹬我键盘上了 我不得不做 你要求的 是吧 嗯 所以其实你是不愿意的 对吗 嗯 对 所以变成了伺候 那不是照顾 照顾是他愿意 他不愿意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是这样 我这有俩词 你也帮我分一下区别 应该在一起 和愿意在一起 有什么区别 到最后都是在一起 有什么区别 愿意在一起的话 就是两厢情愿 那应该在一起 好像是因为 有什么前提条件 不得不去 在一起了 你现在站在这啊 你仔细问问自己内心 你们俩就你这看 是应该在一起呢 还是愿意在一起 你想想 上来 一个礼拜在一块了 半年半年 嘎巴就定了婚了 然后他就开始 立刻来到了贵州了 跑不了了 然后来到这儿之后 立刻就开始 融入你的家庭 跟你妈妈 变成了公首同盟 我现在问你 你这个未婚妻 你是应该 跟她在一起 没辙了 还是你打心眼里 愿意跟她在一起 我不管你 愿不愿意 来替我捏捏脚 你告诉我 你愿意吗 不愿意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所有的一切 让她是被迫的 她觉得 我现在应该 跟你在一起 我跑都跑不了了 她那个状态 就是一个 不爱你的状态 但是你整个 一个过程是 你是不需要追的 你当时自己 工作好好的 你为她抛弃了 原来的工作 来到了贵州 对于你来说 好像在现场 跟我们说 这是一个多大的付出 你听见你未婚夫 当时的反应了吗 听见了 她说的是什么 你记得吗 她的意思就是 这个 我都是成年人 对呀 你愿意吗 算在我脑袋上干什么 所以你们两个 就是应该在一起的人 也能在一起 但是这一辈子过下来 天哪 得多沉重 今儿有白月光 明儿有红玫瑰 老了老了 墙上还有蚊子写嘞 如果只是应该在一起 你去想 这一生 这个婚姻 有可能要承受多少 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没有 我要说的说完了 二位在一起 不在一起 我是个外人 谢谢老师 不要被骗了 她在台上 哭哭啼啼 是她自己喜欢的 一个要无限付出 自我感动的 大妈爱好者 她就得找这样的 我们在面对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 你说我好痛苦 我不想要 就走了 但是我又痛苦 我又留下 是为什么 因为痛苦形成了 你的舒适圈啊 我相信你有过男朋友 你别的男朋友 可能对你都是取悦的 对不对 你别的男朋友 可能对你都很好 可是你为什么看到 这么一个冷冰冰冷漠的人 突然之间 你产生了巨大的温暖感 这个温暖从哪来的 自我产生的嘛 自己给自己发电嘛 因为你内心的心理结构 注定了你要去给别人 当暖宝宝 当充电宝呀 所以我说 你是当妈爱好者 她对你的感觉 分成了三个阶段 非常明显 在你们描述过程当中 第一个阶段 她是自私和麻木的 第二个阶段 她就不喜欢 就是你的很多行为 她越来越不喜欢了 到了第三个阶段 也就现在这个阶段 就厌恶 她开始厌恶你了 为什么 所有老师都已经讲过 她已经经历过 这种情感模式了 这种情感模式 在她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 她一直想要逃离 她所有的冷漠和麻木 只不过是一种防御 内心的防御机制 就是面对你们这样的人 我不要 我不要妈妈觉得我冷 我不要你觉得我需要什么 我不要 我越板着脸你就越凑着我劲 我不要 所以生活有两面 一面是让自己痛苦 但是你离不开 而另一面是让你开心 但你并没有那么想要 跳进哪一种生活 都是自我的选择 就这样 谢谢老师 不要那么冷 人还是要有点暖的 温度的 所有的外人都可以说 你是一个独立的女人 不要因为一段爱情 跑到一个男人的身边 她跑到身边的这个男人 你可以没有精神负担 没有任何的压力 但是你不能这么说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自己选择 我不领这个情 你想想看 你的兄弟跟你借完钱以后 钱也不还了 就说一句话 你是成年人吗 我问你借 你可以不借给我哟 你怎么想这个人 时间留给你们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听了老师们的话 我也有问题 但是这些年 我是习惯了不被管着 我可以再重新 审视一下自己 该改的地方 我会慢慢改 会对你更在乎一点 我们可以重新磨合 他说话特有意思 我也有问题 那前提是 首先是你有问题 所以才是我也有问题 哭得一惊都湿了是吧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电视机之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其实两个人的问题 已经一模了然 但是我想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还是会双出 这女生哭成这样 是不是多少会有些体会 我希望她别出来 女不出 男出 都会出来 那个投入的更多 更舍不得嘛 双不出 我也是觉得 双不出比较好 来 我们看看 她们自己的喜欢 多 flock 她还出来了 只要有我们 女生呢 甚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